五年前 印尼 一个大学 我去参观的时候 校长接待我 告诉我 学校有一门课程 比较宗教学 我听了就给校长报告 我说这门宫库 太难了 他问我难在哪里 我说比较宗教 这个人 他的德行 他的学问 要超过释迦牟尼佛 要超过耶稣 要超过摩罕迈德 要超过摩西 他听了就就带了 他说为什么 你不超过他 你怎么能批评他 你怎么能比较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不能叫宗教比较 宗教 宗教互相学习 用真诚 恭敬的心态 互相学习 哪个宗教都可以学 你怎么能批评 老师 可以批评学生 可以让学生的 这个扩程 作业来比较 学生跟学生都困难了 用比较的心态 什么都去不了 结果比较什么 全是错误 你一错了不要紧 你很影响社会 那你要不要负应过责任 神仙仙人的态度 我们看了听了 叹为有观止 夫子求学的态度 数而不足 幸而好苦 释迦牟尼佛的修学态度 在华言经经题上 他说的 清凉大师在住节里头 住得很明白 释迦牟尼佛 49年所说的一切经 全是古佛所说的 他没有在古佛所说经上 多加一个字 比空老夫子的态度 还要严格 空老夫子只是说 数而不足 那释迦牟尼佛 我们有在古佛经典上 多加一个字 我们能相信吗 年轻的时候 不相信 现在相信 为什么 现在明白了 佛福道通 你成佛了 你的智慧 都能跟其他的佛平等 相同 佛教导人 要学谦虚 要学礼让 不要真 我们既然完全相同的 那全是你说的 那全是古佛说的 坚佛如古佛之再来 所以他把他夜深修集的功德 全退个古人 这是我们应当学的 六道众生那种傲慢 那种嫉妒心 根本烦恼啊 圣行 佛菩萨 视线的这个 是教我们断烦恼的方法 你看他心多清净 他多自在 确实做到一尘不染 秦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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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迦